像我桌面上这些设备的话 是可以提供很简易式的一个家装 那你也可以不用动到你原厂的一个影音的设备状况 你只要买一个数位的机上盒 然后再加上一个monitor 我们就可以看那个买车王的节目 所以你今天倒是帮大家考量到 就是很多车主 其实我车主我真的不想去把它拆啊 大家感觉是很不好 即便是拆啊挖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都能够配合的 这个大家所最在乎的 马上我们就这个其实废话就不多说了 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像这一款啊 因为有些萤幕就是分大小 那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就是看你的需求 像目前市售款的话 大部分都有7寸的厚视镜萤幕电视 这叫厚视镜 这厚视镜你转过来给大家看 像他经常会买一个厚视镜 后面给我们看一下 夹在你的厚视镜上面 对 它后面可以夹在一个在你的厚视镜 就跟我们一般买厚视镜大的时候夹上去 是 没错 就直接对夹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配线啊 其实都可以藏在我们的天蓬 天蓬里面 对对对对 所以 它的可提供的影印的输入啊 是可以随你所要的设备来去挑选 到车雷达 哦 到车雷达 对 到车雷达 摄影镜头 对 摄影镜头 而且现在也有些车厂 开始在配备的所谓的前进的 前面的摄影镜头 到车摄影也有在DIY的吗 有 到车摄影也有在DIY的吗 呃 目前这个技术的话是有人自己做 但是因为它其实配线不难 但是它的弓的部分可能要比较细 真的配线不难 对 哪一个微型的摄影机 对对对 再把那个开关接在到档的位置 诶 有观念 再接到这个哦 对 马上就影像可以做切入 那现在的后视镜电视很多都是具备的可以自动切换 嗯 就是说你只要打到档灯 然后有影像切入的话 它自动会转换 所以这个很方便 随时你要使用的话 你不用说一定要转换成AV AV1 AV2 才能够看到所谓的数位电视 或者是倒车摄影机 就我们导师还是劝所有的驾驶朋友 哈 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再看这个电视 当然当然 你要开车就是在看那个车室内那个后视镜的话 对对对 让你的车子就前面的这个车子就看不到 对对对 如果看到买车网的秀哥了 之后可能会忘记看前面 那就很惨 哎呦 这会帮我们推销 是是是是 你给大家看到你之后 马上要转 不是 马上转台 开玩笑 开玩笑的 对对对对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原先的后视镜的 镜子还是要维持到功能 对它还是有预留 那因为一般的车主可能不太习惯 这种杜落式的后视镜 所以他们也有发展出这种像镜面式的 就是一般的落镜的一个电视 如果说大家有看到之前买车网节目就知道 镜面的那个颜色呈现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整体是这样子 对整体的后视镜面 而且又不占你的空间 而且又不占你的空间